人生在世 谁也不愿活成一座孤岛 只是有时候 想要维持和别人的关系 实在太累 不管是朋友之间 还是同事之间 相处当中 总是免不了矛盾和纷争 年龄越大 身边的人活得越现实 觉得你有利用价值了 就愿意给你个好脸色 知道你混得不好了 就会随意对待你 要么当着许多人的面 将你讥笑嘲讽 要么在每件事上 都想压你一头 其实你也有脾气 但是有时候 一想会劝自己算了 逼着自己忍气吞声 不轻易得罪人 因为你害怕 自己以后一旦遇到困难 会没地方求助 你高估了所谓的人际关系 实际上 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 这么几个人 会对你施以援手 太在乎别人 做什么事情 都得看别人的脸色 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反而 你的软弱和忍让 会让别人觉得 你这个人特别好拿捏 瞧不起你的 不会因为你的奉承 而改变对你的态度 排挤你的 也不会因为你的示好 而与你变得亲近 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 笼络人心 不如彻底将那些人看淡 不要被他们 扰乱了你生活的节奏 更不要让自己 活得那么卑微 余生做一个冷淡的人 不去讨好谁 亲疏随缘 爱恨随意 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人 走好自己的路 至于其他的 顺其自然 一定不要再为了 不在乎你的人 委屈自己 那实在太糊涂 留不住的关系 不要强求 人与人相处 讲究真心换真心 相识是缘分 但要想把关系处好 还得相互之间 彼此珍惜 朋友也好 爱人也罢 你怎么对人家 必然也渴望着 人家怎么对你 这是人之常情 没人不懂 真正在乎你 想与你保持 长久关系的人 对你必然会 从一而终 既不会因为 你变得富裕 就格外亲近你 也不会因为 你变得落魄 就开始疏远你 相反的 还有这样一种人 与你相交代 着极强的功利心 你能给他好处了 他就对你好 你没用处了 他就不愿 再与你往来 对此种人而言 你的价值决定着 你们的亲疏 等人家跟你的社会地位 不在一个档次了 就会刻意与你保持距离 你再主动联系 人家也不会热情回复你 你再献殷勤 人家也不会接受你的好意 你的频繁打扰 只会显得你为人廉价 倒不如 拾去些 放下过往 朝前看 谁离开了 谁都能活 排挤你的圈子 不要硬揉 越是人多的地方 就越会有各种小团体 人家相互之间感觉投缘的 能说到一起 做到一起 因此就愿意多来往 慢慢地就有了属于人家的圈子 身处一个大环境中 你很怕自己不合群 所以你特别羡慕别人的感情 也很想让自己融入到别人的圈子当中 为了笼络人心 你总是主动对人示好 要么热心帮别人的忙 要么请别人吃吃喝喝 你原以为 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真诚 你周围的人就会将你接纳 殊不知 人家都在背地里嘲笑你的为人 你的热情 在他们眼里就是巴结 你越想讨好他们 他们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从你上赶着 迎合他们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卑微了 此后的日子里 人家用得着你了 就对你客客气气 用不着你了 就干脆不与你来往 你指望着这样的人 把你当朋友 实在太天真 既然不投缘 就别硬往一起凑 免得被人瞧不起 朋友大佐是个热心人 平时总乐呵呵地 让同事们搭他的顺风车回家 上周五 他因为家里有事 着急回去 就没能把同事送到家门口 结果第二天 大佐去茶水间的时候 就听到了同事们的议论 不搭就不搭 还把人放马路上不管了 真过分 我就说平时那么热心 都是装的 那个路口走到他家 只需要三分钟 大佐苦笑道 突然觉得不值得 要一直保持热情 真的好累 连我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 拥有热心肠是好事 只是在有些时候 要学着冷淡一些 握住面子不松手 只会把自己伤得越来越深 用人情来捆绑的熟人 不是真正的熟人 因无法帮忙而绝交的朋友 不算真正的朋友 人哪 不要因为一段关系 而为难自己 也不要因为一种情分 而折磨自己 三毛曾说 如果自己的理由正大 不要害怕拒绝别人 因为当一个人 开口提要求时 他心里就预备好了 两种答案 给他任何一个 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之中的 所以又有什么 可担心的呢 该拒绝就拒绝 该淡默就淡默 面对那些强人所难的要求 说一句不 一个步子 可以阻挡不计其数的麻烦 可以让自己 活得更加洒脱 更加舒服 拒绝无用社交 有句话说 摆出无比亲密的态度 装模作样的 与对方套近乎 这都说明 他们并不相信 自己得到了对方的信赖 细想之下 此为常态 初次见面 不论关系 先加个微信 熟人偶遇 不论远近 先来个拥抱 朋友相约 不论喜悟 先回个OK 若不如此 就是不合群 于是疯狂地 扩充自己的通讯录 好有列表 仿佛数字越多 就越能证明 自己的存在感 殊不知 列表 仅仅是列表 有多少人 在拿起手机后 看着这些朋友 却说不出一句 打招呼的话 又有多少人 在发出最近好吗的消息后 收到了一句 你是 又有多少人 在悲伤难过时 找不到一个 可以倾诉的对象 只能自己一个人 默默流泪 要清楚 不是知道了号码 就会成为朋友 也不是说一句 你好 便可以交心 努力嘴角上扬 换来的 只是无意义的列表 笑容再灿烂 能看到的 只有黑屏上 自己的倒影 与其失落 伤心 不如从开始 就戒掉 无用的社交 热情有限 勉强维持 只会让自己 感到疲惫 不如将其 留给一二之计 其他的 就冷漠一些吧 冷漠一点 空闲一点 清静一点 快乐一点 不高估情感 这世上 有两种人 最容易受伤 一种是念旧的人 另一种 就是太重感情的人 没什么 亘古不变的东西 感情有时如此 今日最深爱的他 也许明天 就会变成 嘴里云淡风轻的某某 现在被视若珍宝的自己 也有可能 在将来的某天 被弃之如鼻吕 爱一个人 没有错 但是爱得太过 就是自己的不对 不要丧失 自己的骄傲 不要总是 委屈求全 小心翼翼地 维护一段感情 时刻记住 你也应该 被珍惜 被呵护 被认真对待 人生大好时光 不值得 这般浪费心力 消耗青春 有些人 只适合建议成 既然不爱了 那就选择坦然放手 不必纠缠 不必挽留 更不必 等散够了失望 受尽了委屈 再离开 到站了 就要下车 空的位置 自然有人代替 决绝一些 放下这段 错付的时光 放下习惯性的依赖 放下所有的不开心 去踏上新的旅程 见识新的风光 以宠辱不惊的心态 去对待周围 不亏欠他人 更别委屈自己 以风轻云淡的姿态 看世界 亲书随缘 爱恨随意 冷淡不是冷漠 不是将自己 完全与他人割裂开来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而是一种淡淡君子风 小S吐槽自己的 老搭档蔡康勇 说他像被透明薄膜罩着 与任何人都保持着距离 但就是这么冷漠的一个人 却总被人说温柔 因为永远不参加别人婚礼 聚会的蔡康勇 却总会在朋友需要安慰的时候出现 蔡康勇的安慰 也带有他独有的冷淡 保持着距离 却又让人信任 越是冷淡的人 越能够保持魅力 越是冷淡的人 他的热情才会让人珍惜 正所谓 冷眼观人 冷耳听语 冷情当感 冷心思理 冷淡的人 因为懂得维持距离 相处起来会更加舒服 因为懂得保持独立 才不会被世俗绑住 简单做自己 才不会那么累 一个人 越想让自己变得受欢迎 就活得越不开心 道理其实很简单 你太在意外界 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就一定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害怕自己某句话 会得罪旁人 所以遇人说话 总是小心翼翼 担心自己拒绝别人的要求 会让对方不开心 所以事事顺从着别人 细想一下 和别人搞好关系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在乎你的人 不需要你如此费力地迎合 不在乎你的人 你再忍让迁就都没有 靠着委屈自己换来的交警 只会在今后的人生里 成为你痛苦的来源 那些从一开始就轻视你的人 永远不会把你当回事 何必呢 与其任由着别人作践你 不如退出他们的世界 做自己 一心一意爱自己 把所有的力气 都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 简单充实也快乐 人年龄越大 越不想去讨好谁 可能是在从前的日子里 看了太多不该看的脸色 所以望后余生 只想为自己而活 别人在不在乎自己 无所谓 自己在乎自己就行了 看透了 想开了 便不想再为一些 不相干的人委屈自己 可能有人会说 这样的活法太冷淡 但对于一个经历人情冷暖的人而言 冷淡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不管别人 不指望别人 凡事靠自己 当然也懂得取悦自己 听过这样一句话 哪有人喜欢孤单 只不过是害怕失望罢了 生活当中 有一种人 他们让人感觉很难亲近 不好相处 他们总是一副高冷 疏远的模样 但其实 他们只是害怕失望 学会了保留自己 慢慢的 这些人在别人眼中 变得高冷 不好相处 但其实 他们只是学会了保留自己 学会了衡量 是否值得 的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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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